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茶花 今天就观察了茶花的长势 谁知道这颗茶花它自然出现了掉垒掉花的现象 看上盆面都已经掉满了这些花瓣 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主要的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盆内积水 给大家看上这盆茶花的土壤 长期处于虚漉漉的 就是它的盆内积水了 导致它的根势失收不到氧气引起寄湿 那么它供止不到氧分 就导致茶花出现掉垒掉包的现象 前段时间天天下雨 盆土里面的水分没有排出 所以就会导致盆内的水分过多 导致引起掉花掉垒 第二个就是养分不足 因为当我们的茶花它正处于开花期 或者是花苞期的时候 没有给它充足的养分供止 那么就会导致它养分不足 引起了掉垒掉包的现象 所以当我们的茶花还没有入色之前 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为了满足茶花的生长需求 我们必须要给它使用一些有机肥 像这种养分 肥力温和肥效急久 如果使用一些无机肥肥肥肥肥力猛 那么就不利于它失收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养分 因为它所含的有机质非常丰富 45% 盆土里的有机质多了 就会分解除腐质质 土壤的团力结构多了 使土壤就会疏松透气 就不容易出现板结积水的现象 就算它在花期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养分 也不会影响开花 所以怕盆内积水的话 我们用两个砖块 把它垫到上面去 这样就能增强滤水性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花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